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今天是我在校门口摆摊卖考场的第十天。 班主任多次劝退无果之后,终于袒露真面目。 苏年,你这样做不仅丢自己的脸,更是在丢学校的脸。 我往烤架上刷点油,烤肠的香味瞬间爆开。 有什么丢脸的? 纯肉香肠,小本经营,童锁无期。 还是老师觉得穷很丢脸? 班主任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成绩不差,上重点不成问题,幸运的话还能冲个211,等毕业了找份体面工作,这样才是改变命运的正确方式。 老师,我想考北大,我一脸真诚。 班主任努力压制着熊熊怒火。 别做梦了,我看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班主任前脚刚走,又迎来几位不速之客。 领头的人叫郑倩倩。 常年霸宝年级第一,班主任的心肝宝贝。 听说他爸是开发区的副区长,家境优渥,整个人气焰高得不行。 别看这呀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小白花脸蛋,实则满肚子坏水。 无论他走到哪,身边都跟着几个狗腿子。 苏年,原来你在校门口摆摊的事是真的。 咱们这届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怎么,怕考不上大学?提前就业了。 你真的豪惨哦,下落不明的爸,当保姆的妈,痴呆的姥姥,破烂的家。 不如你来我家酒吧兼职吧,打扮打扮,陪客人喝喝酒,赚钱可比摆地摊快多了。 面对这些冷嘲热讽,我早已习以为常。 郑倩倩得寸进尺,苏年你哑巴了,还想被关一次小黑屋吗? 我面无表情地举起烤肠,来一根。 他们嫌弃地往后退了退,脏死了,狗都不惜得吃。 下一秒,我的收款提示音响起,微信到账一百元。 我化身土拨鼠尖叫,哪位老板下的单? 众狗腿子,面面相去。 路远处,陆之怀抱着手臂,似笑非笑地看着这边。 看到陆笑草,郑倩倩眼睛瞬间亮了。 他媚弱无骨地迎上去,声音也开始加了起来。 陆同学,好巧啊,你也回来看老师吗? 我甩了甩浑身的鸡皮疙瘩。 装了一袋子烤肠递过去,小声屈屈它,吃得完吗? 他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根,其余塞给块贴到他身上的小白花。 你们分了! 郑倩倩一脸猛逼地照做,到最后每个人手里握着一把烤肠。 陆之怀清了清嗓子。 今天我请客,都别浪费了。 郑倩倩如遭雷劈的敏敏唇,吃这个,不卫生吧。 他说话的功夫,陆之怀三下五除二地肯完一根,吃得那叫一个香。 在陆之怀的眼神威逼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吃出了英勇就义的气势。 我看见郑倩倩眼里憋出了泪花,终于等到人群散尽,陆之怀却没走。 我抬了抬眼皮,还有事,他不理我,我顿悟,你该不会是在等我谢谢你吧。 他语气淡淡,我妈喊你回家吃饭。 陆之怀和我同届,我独闻,他独理。 他这人,仗着成绩好,和有几分姿色,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又狂又拽。 高二那时候,李宗回回考满分,于是叫嚣着,出题老师都是垃圾, 给李宗三科老师气得连夜为他定制了一套难度十级的卷子。 结果他又考了满分。 这件事在学校广为流传,他从此收获迷媚无数。 不可否认,陆之怀确实是个天才。 而我妈,就是天才家的保姆阿姨,经常我妈做饭做多了,天才妈就喊我去家里一起吃,吃完饭就张罗让我和陆之怀一起写作业。 可感觉总是低人一等,我充其量就是陆天才的御用陪读。 年年,高考完有什么打算?要是出去玩也叫上小怀,阿姨暂住。 我实话实说,宋姨,其实我俩不熟。 陆之怀放下筷子,眼里划过一抹脚霞,苏年没时间出去,她忙着。 宋姨放心,我一定叫上陆之怀。 这狗,瞎逼逼什么玩意。 吃完饭下楼倒垃圾的时候,陆之怀跟上来。 摆摊的是,你妈不知道。 陆狗,你嘴真碎。 我以为她知道,以后麻烦闭上你的狗嘴。 呵,你在求我帮你保密吗? 我扔完垃圾猛地转身,她来不及止步,就这样撞在一起。 我鼻尖疼得想流泪,使劲敲了敲她胸口。 这帮硬的手感,一直以为陆之怀是戏狗,没想到她还蛮有料。 你在悄悄练腹肌,一直都有好不好,她离了礼衣服,不自然地别过头去。 临走前,她叫住我,叔叔她,还没有消息吗? 陆狗不提,我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人间蒸发的霸。 我摇摇头,那些人经常欺负你吗? 我愣了半晌才意识到她说的是郑倩倩和她的狗腿子。 也没有……就是偶尔恶作剧一下吧。 陆之怀沉默很久,久到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翻篇了。 她却又提起,他们要是在找你麻烦,一定告诉我。 我黑黑一笑,先为我五十,看看实力。 她促起眉风,满脸嫌弃。 快滚,就不该管你。 他们经常欺负我吗? 造谣,告状,嘲笑我家人,偷扔掉我的作业本,往我书桌里扔垃圾,趁我值日把我反锁在器材时。 这些姑且可以当作恶作剧,唯独不能原谅的事。 刚升高三大学期,我考了年纪第一,郑倩倩第二。 没想到她带头说我作弊,提前偷看试卷。 谎话编的绘声绘色,还串通了几个证人。 班主任也偏袒她,我无辜被泼一身脏水。 再后来,我痴疑欠掌一致,成绩一落千丈,对郑倩倩再也构不成威胁。 日子才慢慢好过了一些。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半柱吃老虎的路上越走越远。 高考出成绩前两天,我正准备收摊,裤兜里的手机滴滴答答响了没完。 清北招生办今晚开始陆续打电话,年纪前五不要关机,保持电话畅通。 确实听说过,清北会趁成绩出来前的黄金三十六小时开启抢人大战。 随后,班主任特别爱着郑倩倩,群里的同学健壮,也都纷纷当起舔狗。 全是文科状元,非倩倩莫属了。 倩倩这下要烦恼选清华还是北大了,像我们是不会有这种烦恼的了。 明晚我们提前给倩倩办个庆功宴吧。 晚上,我正在给姥姥擦背,收到了班主任的私信。 明后天有采访,你好好在家待着,最近不要出现,这也是校领导的意思。 要是不听劝小心拿不到毕业证。 呵,拿毕业证吓唬我。 还不等我回复,手机又是一响。 是个010开头的陌生电话,我直接拒接,可对方执拗得很,一遍又一遍打来。 硬着头皮接起,我先发制人,不办贷款,不办信用卡,不买车,不充值。 显然,对方被硬控了几秒才说话。 请问是苏年同学吗? 这里是清华大学招生办,请问你愿意来清华大学就读吗? 专业任选,学费住宿费全免,另外还有8万奖学金。 清华大学? 我一整个亚麻呆住。 我能问问我的分数和省排名吗? 总分689分,全省文科状元,祝贺你呀,同学。 老天有眼啊,血液先理智一步沸腾。 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清华呀,你给的钱有点少,要不你先等等,我想再看看北大。 手机被狂轰烂炸了一整夜,我和我妈不得不关机喘口气。 第二天一开机,同时蹦出三条信息。 清华招生办,同学请接一下电话,不要去北大,讲学金好说。 北大招生办,同学,清华骗你的,老伎俩了,来北大直接给你保盐。 陆之怀,清华来电话说要提前录取我,我当成诈骗给拉黑了。 我回他,6,大清早,我妈就上庙里还院去了。 我犹豫很久,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低声后为您转接语音信箱。 五年了,每一次拨通都是冰冷的电子音,只是这一次我没有挂断。 爸,跟你说个事,我高考成绩出来了,全省第一,北大,清华都在争取我,老牛逼了。 爸,你还活着吗? 你要是活着,不能一直不联系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 其实我都猜到了,我妈也不跟我说实话,是怕影响我高考吗?你放心吧,我会每年给你烧纸的。 挂断电话,我擦了擦眼泪,继续和北大商量给我保研的事情去了。 中午,班级群又开始噼里啪啦,晚上倩倩的升学庆功宴还有谁报名,费用AA每人一百能去的直接群里转账。 底下跟着一排很壮观的转账记录,成绩都没出,就这么高调,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我瞄了眼微信余额,咬咬牙赚了一百块。 转账发出去的瞬间,原本热闹的群沉默了,直到有人开口,我没看错吧,苏年也要来。 他不是从来不参加班级聚餐的吗?可能是最近卖烤肠抓了点钱吧,哈哈哈哈。 其实没必要打中脸充胖子,还没等我想好如何反击,这时候手机响了,又是个陌生号码。 年年,是你吗? 你是……是爸爸呀,我听到你的留言了。 尼玛的终于能联系你了,快给老子憋死了。 年年等着,爸爸已经再回去的路上了,你想要什么,尽管说,爸爸给你买最贵最好的。 卧槽,世界烈了。 几个小时后,我那下落不明的爸,当保姆的妈,痴呆的姥姥,都回到了破烂的家。 就是说,三年前我爸的公司就成功上市了,你们怕我一夜暴富,不好好学习,所以瞒了我三年。 他俩心虚地不敢说话。 妈,那你明明知道爸有钱,为什么还要留在路家当保姆? 小孩成绩那么好,这不是为了给你找个学习搭子吗? 我就知道。 这些年,我妈多做的晚饭,果然别有居心。 我眼神一转,那姥姥的痴呆症也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我妈举双手保证。 我心中五味杂陈,多希望这个也是假的。 要不大家把苏年的饭钱挨了吧,别逼人家接下来没钱吃饭,半夜去捡破烂。 班级群的语音被我误点开,听见郑倩倩的家子音,我把比我还激动。 谁?哪个杀千刀的敢这么造谣我闺女? 我把她按回椅子上。 我还没原谅你呢? 你俩的账等我回来再接着算? 赴约之前,我爸非要拉我去商场换了一身名牌。 别说,这香腊的面料摸着就是高级。 也别说,这大奔的真皮座椅确实比其共享单车舒服得多。 来到饭店,我先去了烫洗手间。 简单理了理头发,涂了个口红。 正打算离开,突然听见隔间里的人提到我。 群里说苏年还没到呢,她怕是不敢来了吧。 她不来最好,要是来了,今天肯定有她瘦的。 你说就倩倩那条件,非要和一个穷逼叫什么劲。 这时传来冲水声,我换上笑脸香吟。 没成想我的两位同班同学,擦肩而过,却没认出我。 我愣在原地,听见她俩一路走一路嘀嘀咕咕。 刚才那个美女对我笑呢? 她那一身是香腊的最新款吧? 真好看。 怎么,换套马甲就不认识了。 在服务生的指引下,我来到包房门前。 大老远就听见郑倩倩和同学们嘻嘻闹闹的玩笑声, 甚至能够脑补她扭着身子笑得花枝乱颤的鬼样子。 我推开门。 这位是。 我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啊,美女该不会是走错了吧? 我注意到,说话的人是班长。 郑倩倩当年诬陷我考试作弊的最大帮凶。 班长刚刚不是在群里催我了吗?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甚至隐约听见有人低声吐了聚国催。 苏,苏年。 我玩耳一笑。 不好意思,下午忙着和北大签约,来晚了。 班长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起身,帮我拉开座椅。 对面,郑倩倩的脸色有些难看。 苏年,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北大? 你把话说清楚? 我故作无辜。 怎么,郑笑花没有接到清北招生办的电话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交流经验嘛,我已经决定选北大了,虽然清华开出的条件也很丰厚。 郑倩倩的神情开始变得异样,无数眼刀飞来,差点给我戳成窟窿。 苏年,你别吹牛了,我耸了耸肩,拿出手机开了免提。 张校长,我是苏年,对方热情极了。 苏年,感谢你为母校争光,咱们学校好多年没出过省状元了,去北大读书了,也要常回来看看。 我挂断,冷眼看着每个人神态各异。 苏年,你真的是省状元? 你太厉害了吧? 我想起来了,你之前就考过年级第一的。 人性啊,人性。 见局是有变,好几个同学开始弃暗同名,只有正是狗腿还在苦苦挣扎。 年级第一,她是作弊得来的年级第一。 这个省状元,八成也作弊了,有趣,给我气笑了。 郑倩倩,既然说起,当年你诬陷我作弊的事,现在也该给我个说法了。 我盯着她看,她眼神躲闪,敢诬陷,却不敢实话实说吗? 她紧皱着眉头,双眼中闪烁着怒火。 瞧瞧你苏年,有必要弄一身假名牌来要舞杨威吗? 这衣服没少花钱吧,仿得挺真。 饭桌上有人窃窃私语。 是真的。 我在专柜试过,不会看错。 郑倩倩气得咬牙切齿,谁再说话我就撕烂她的嘴。 我点开陆之怀的头像,滴滴,急事。 说,有人非要犯贱,是你怎么处理? 抽她大嘴巴。 我笑了,鹿狗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郑倩倩,你当年联合班上同学诬陷我作弊,是因为你输不起,你怕有人成绩比你好,抢了你年纪第一的位置。 以前我为了能安心学习,没有计较,现在高考结束了,该算账了。 你欺负我,说白了就是嫉妒和自卑。 她生气了,胸脯急速起伏,喘着粗气,然后疼了一下站了起来,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尖叫。 你胡说,我为什么嫉妒你?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垃圾。 我看向当年做假证的那几个人。 我再问最后一遍,你们当时真的有人看见我作弊了吗? 没有人敢说话。 真相如何,想必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平静地转头看她,郑倩倩,跟我道歉。 她怒目远睁,双手紧握成拳,仿佛下一秒就要爆发。 苏年,你做梦。 我抬手,朝着郑倩倩的白嫩小脸,就是一巴掌。 这一掌,清脆嘹亮。 她半边脸通红,整个人瞬间猛了。 出城纪后第二天。 没错,我又蹬着小三轮照常出摊了。 只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 一辆黑色宾利在小摊不远处停着, 两个西装革履的黑衣人站得笔直,随时待命。 就像我爸不理解我为啥还要出摊一样, 我也不理解他为啥非要弄俩门神在这里爱我的眼。 你真打他了? 陆之怀啃着考肠,含糊不清地问我。 咋?你心疼了? 他翻个白眼,快乐三连扇。 他回我,六。 一大早,校长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告诉我电视台要来采访。 听说文科状元在校门口卖考肠, 小摊瞬间被挤爆。 一车考肠受庆的时候,有人喊我, 苏年,电视台的人来了。 我擦擦手上的油,摘下围裙,穿过领导师生的层层包围。 在殷切的目光中,我挤到人群中央。 陆之怀刚刚结束采访,一脸精神抖擞。 你尾巴翘上天了,我压低了声音。 你使份球开花了,他小声曲曲。 这一幕被记者敏锐捕捉到, 话筒瞬间递到我俩面前。 二位状元认识,他介绍,出高中同校六年。 我补充,但是不熟。 记者挠挠头,二位有没有心仪的学校? 陆之怀脱口而出,清华。 我不假思索,北大。 记者,苏年同学能单独采访你勤工俭学的心路历程吗? 我采着陆狗地搅占到C位, 面对镜头说出了我的人生格言。 人穷,但至不能短。 三分钟后,两个黑衣保镖, 一前一后走过来,给我撑伞。 我抱着考肠机一路小跑, 转头钻进豪华大兵力。 记者原地碎掉了。 郑倩倩高考失利, 最终被一所普通本科录取。 穷途末路之际, 他依然不忘朝我泼脏水, 诬陷我傍大款, 勾搭老男人。 还拍到了我和我爸手玩手逛商场的视频, 精心剪辑后发到了校内网。 我爸一听,急眼了, 为了给我正式清白和找回面子。 我爸找了最好的律师, 直接起诉了小白花。 最后是小白花的去长父亲亲自登门道歉, 拘着工被我爸足足骂了三个多小时, 这件事才算罢休。 我爸又大手一挥, 瞒着我, 以妇女名义给学校捐了一栋多媒体教学楼, 起名为年状圆楼。 简单粗暴, 土狗最爱。 我妈辞了陆家保姆。 大学报到前, 我打算找陆之怀好好喝一杯。 以后没有交集了, 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前前后后约他三回, 每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错过了。 有一次, 听宋仪打电话和我妈分享八卦, 说理科班的文艺委员跟陆之怀表白了。 貌似这回陆狗很上心, 赤巨资买了一条贵重的项链准备送给对方。 宋仪收拾房间的时候, 碰巧发现了, 我再也没找过她。 很快, 我们全家搬去了北京的新房子。 我从一只黑曲曲的丑小鸭, 变成了富贵滔天的白天鹅。 那个暑假既漫长又短暂。 八月底, 北大新生报到那天。 为了低调, 我把香奶奶换成了优衣库, 让我爸爸新买的麦巴赫停得尽量远一点, 并且言辞拒绝保镖跟着。 一个人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新生报到处, 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我乐个去, 竟然是陆之怀。 不对, 她明明去得清华呀。 完全猛逼了。 我没喊她, 她却神奇地突然转头看向我。 一个暑假不见, 她轻瘦了不少。 原本俊郎的五官轮廓显得更加立体, 许是早晨刚洗完头, 此刻头发软啪啪地盖在头顶, 显得很乖。 她走过来, 非常没有礼貌地上下打量我。 今天扮演穷人, 我就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手腕上这条, 得六位数吧。 糟糕, 百密一书。 我不着痕迹地遮住手腕, 突然想起来最重要的是还没问。 鹿狗, 你怎么来北大了, 你心心念念地清华呢? 没等她回答, 就听见有人叫她。 一个长相娇俏甜美的女生 拖着行李箱小跑过来。 我认识她, 林全, 暑假跟鹿狗告白的那个。 我观察这俩人的眼神, 林全炙热, 鹿狗羞涩, 一看就不清不白。 下时间, 我大概猜到她为啥改报北大了, 不知道为何, 心里有点闷闷的。 办完新生登记, 我婉拒了她俩提议 中午一起约饭的好意, 一个人去了宿舍, 我才不当该死的电灯泡, 军训节夜那天, 我们宿舍四个人累得在床上躺诗并八卦, 不知是谁发起的投票, 评选出这届最帅校草。 经过激烈讨论, 数学学院陆之怀以三票当选, 唯一没投她的就是我。 室友知道我俩同校, 非让我客观评价一下她。 她挺狗的, 说话也贼损, 一堆女生喜欢她, 但是没有几个敢表白, 除了学习好和长得, 还凑合没有别的优点了。 我以为这相当客观的评价 能让室友对她心生厌恶, 结果, 宿舍的白兽又美女 求我把鹿狗约出来, 我真是想死。 开学后, 我俩没见过几次面, 微信也不咋说话, 她应该是天天忙着 跟林泉谈恋爱, 我也有意无意地躲着她。 一天下课, 我在楼道里偶遇路之怀, 我偷偷摸摸地 把她喊到角落, 那啥, 说个事, 我们寝室提议 跟你们寝室一起吃个饭, 认识认识新朋友, 让我传个话, 你不愿意也没事熬, 我就是随口一问, 快拒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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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心里默念, 结果她说, 好的, 妈的, 很快到了宿舍联谊的日子, 是有一个个盛装打扮, 唯独我兴趣缺缺, 陆之怀寝室四人 分别来自天南海北, 两个寝室长都相当健谈, 几杯下肚, 气氛很快活跃起来, 我在这个饭局中的作用, 是拉狼配, 角色是NPC, 吃到一半, 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低着头, 点开宿舍微信群, 噼里啪啦开始打字, 姐妹们, 想问谁, 问点什么, 包在我身上, 果不其然, 第一个就让我问鹿狗, 虽然我十万个不情愿, 但为了室友的幸福, 我拼了, 磕磕, 陆之怀, 你现在有喜欢的异性吗? 陆之怀回答得很果断, 有, 我脱口而出, 那你是为了他抱的北搭吗? 此话一出, 我就开始后悔, 好想扇自己一巴掌, 他灼热的目光盯着我, 眼眸深邃, 让我有些不自在, 你已经问过问题了, 我干巴巴地笑了笑, 不说算了, 接着来, 我可以回答你, 是的, 他的嗓音清冷, 带着慵懒的沙哑, 果然是为了林全, 想不到鹿狗还是个恋爱脑, 我们宿舍群里炸了, 都在怂恿我问出这个人是谁, 可我不想问了, 巧合的是, 直到游戏结束, 陆之怀再也没输过, 吃完饭, 按照事先商量好的, 两个寝室组搭子进行第二轮约会, 两个寝室长, 两个老乡, 早早看对眼, 白兽又没女明知道陆之怀明草有主, 也执意要跟他一起, 最后剩下的, 就自然和我一起, 跟我凑数的男生叫吴征, 个子不高, 文文静静的, 他提议去看电影, 我没心思, 直接拒绝了, 我俩干脆去操场压马路,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脑子乱得很, 心思也完全不在他身上, 经常所问非所答, 主打一个以毒乱回, 今天吃的这家饭店和你的口味吗? 我, 我从小不挑食, 听阿怀说你是省状元, 太厉害了吧, 我, 今天那个毛肚挺脆的, 咬起来嘎吱嘎吱想哈哈哈哈, 苏年同学, 以后有机会可以和你一起去自习吗? 我, 陆之怀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最后, 稀里糊涂地回到了女生宿舍楼下, 我刚想溜之大吉, 就被吴征喊住, 他说对我印象很好, 问我以后能不能多接触接触, 我一脸猛逼, 感情我这一路胡周, 居然还被欣赏了, 我刚要说话, 从附近阴影里窜出来一个人, 陆之怀直冲冲向我奔过来, 差点给我吓一哆嗦, 吴征, 宿管说你有快递, 他把吴征指走, 有点不高兴, 你跟我来, 我猛猛地跟着, 陆之怀先发智人, 苏年, 谁告诉你我有女朋友了, 难道不是吗? 我不解得反问, 玩真心话, 你都承认有喜欢的人了, 陆之怀思索片刻, 沉生道, 还没追到, 妾, 整半天还没把林泉追到手, 那你快去追呀, 冲我撒什么气, 昏黄的路灯下, 他向我靠近一步, 微微俯下身子问道, 你确定? 我抬头, 和他的眼神不自觉地交汇, 似乎有一种默契在悄悄生长, 我却在一个瞬间清醒过来, 推开他, 我确定什么? 我回宿舍了, 你快滚啦, 回到宿舍, 白兽又是有哭唧唧说我信息有误, 陆之怀根本不喜欢林泉, 还跟我哭诉陆之怀这丝不解风情得很, 他决定忍痛pass他, 不是林泉, 我脑子又乱了, 我想了想, 问白兽又什么是喜欢, 他笑话我怎么和陆之怀一样不解风情, 我躺在上铺望着苍白刺眼的天花板发呆, 我确实不知道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以前穷不敢喜欢谁, 觉得我配不上人家, 也不配谈一场恋爱, 现在我有钱了, 再也不用卫生计发愁, 也再也不用备战高考, 是时候谈恋爱了, 我掏出手机, 把微信里所有的异性好友走马光花地浏览了一遍, 正巧吴征发来一条信息, 睡了吗? 正好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于是我回复他可以跟他接触看看, 吴征算得上是行动派, 前一晚刚答应他, 第二天大清早, 就巴巴地跑来女生宿舍楼下, 给我送早餐, 我刚接过, 就看见陆之怀铁青着脸, 从我们身边飘过, 吴征跟他打招呼, 他理都不理, 阿怀这是怎么了? 我想都没想, 八成是便秘了, 开学一个月后, 学校举办迎新舞会, 我跟吴征早就约好, 但临到当天, 他拉肚子了没来成, 在舞会落单是件很丢脸的事, 而且白瞎了我这套精挑细选的小群群, 陆之怀第一时间赶来救场, 虽说我和陆狗高中吵吵闹闹三年, 但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靠近对方, 我虽然学习一流, 但肢体配合简直是幼儿园水平, 一首曲子过后踩了他好多脚, 他也不恼, 你放松点, 这丝不仅游刃有余, 还不忘提醒我, 拜托, 你一边抓着我的手, 一边搂着我的腰, 我怎么放松, 我怒瞪他, 他依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你手心都是汗, 妈呀, 被他一说, 我顿时好窘, 我使劲想把手抽出来, 却被他紧紧握住, 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于是我用另一只手挠他腰间的痒痒肉, 他抿了抿唇脚, 忍了好久的笑声, 还是从喉尖溢了出来, 我刚沉浸在得逞的快乐中, 就被他捉住另一只手, 我挣扎, 却刚好与他食指相扣, 我的心微微一颤, 那种感觉, 就像小孩子看到了橱窗里心仪的玩具, 有种绝对不想放手的心情, 甚至忍不住用指缝抹扎着他粗硬的骨节, 我清楚地感觉到陆之怀的身体在轻轻颤抖, 呼吸声变得愈发急促, 随着一曲终了, 我们恋恋不舍地放开彼此, 看见对方早已红透的脸, 吴征为了弥补没去迎新舞会的事, 隔天约我去看电影, 等我找到座位, 陆之怀坐在旁边捧着一桶爆米花, 他又拉得起不来, 我觉得电影票也不能浪费了, 我叔弟笑了, 该不会是你下的药吧, 他醋眉,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我问他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 我打包票这学期结束前, 一定帮他找个女朋友, 他气得一晚上没搭理我, 那天过后, 我和吴征正是说清楚, 以后还是做朋友, 陆之怀说看我以后没人送早餐了, 怪可怜的, 于是接过接力棒, 每天都会给我搭配不同的早饭, 我俩的相处似乎和过去没什么不同, 我也弄不清他是装傻, 还是真傻, 期末考前一个月, 我和陆之怀所在的社团组织聚会, 包厢里灯光昏暗, 气氛却异常火热, 不知道是谁准备了大冒险呱呱卡, 玩游戏书的人呱一张, 并且要无条件完成, 第一轮我就输得片甲不留, 抽中呱呱卡的规则, 是和右手边第二位异性拥抱一分钟, 我向右看去, 是一脸青春痘的社长, 我看着抽中的呱呱卡陷入沉默, 这时, 原本在对面沙发里, 气定神闲的陆之怀藤地站了起来, 绕到我旁边挤了挤坐下, 社长有女朋友, 这张卡不算数, 有人提出不满, 那不行, 愿赌服输, 玩不起就喝酒, 我替苏年喝, 在众人略带暧昧的虚声中, 陆之怀端起我的酒杯, 一饮而尽, 第二轮, 我又输了, 抽到的卡是背着任何一位异性绕场一周, 陆之怀又自己倒满自己干了, 等到我第三次输的时候, 陆之怀在我耳边小声嘀咕, 苏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瞇了瞇一眼, 我又没让你喝, 这次我自己看着办, 结果抽中向对面任选一位异性表白三分钟, 陆之怀又端起酒杯, 我赶忙按住他, 这个我自己来, 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你快歇一会, 他不肯, 执意又喝了一杯, 这回社团其他成员不同意了, 哪有一个人替别人三次的呀? 最后以陆狗联合三杯收场, 事已至此, 我觉得这游戏继续玩下去也没意思了, 我借口陆狗醉了, 在大家此起彼伏的起哄声中, 扶着他出了包厢, 出租车上, 陆之怀还在嘴硬, 我没醉, 我看着他脸色微红, 双眼迷离的样子, 忍不住逗他, 想睡的话, 肩膀借你靠, 他就真的靠了过来, 一直睡到下车, 下车后, 我掺着他, 他长长的手臂, 缓住我的脖梗, 整个人的重心都靠在我身上, 狗东西, 这姿势让别人看到了, 我以后还怎么找男朋友? 挡我桃花, 陆之怀低声笑了, 呼出的热气喷洒在我耳侧, 声音蛊惑而低沉, 这不就有一朵现成的? 在哪儿在哪儿? 我故意装傻, 左看看右看看, 就是不看他, 就在我侧头的时候, 他突然低头稳住我,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 先是浅尝折止的试探, 见我不反抗, 变成了唇舌长驱植入的掠夺, 酒精的味道忽然在嘴里炸开, 我不由得双腿一软, 他稳稳扶住我, 迅速调整到舒服的姿势, 手臂一点一点地在收紧, 我被亲得意乱情迷, 但最后一丝理智告诉我, 他绝对是装罪, 那一夜, 我彻底失眠了, 鹿狗送我回宿舍的时候, 我想问他到底喜欢我什么, 没等问出口, 就被他堵住了, 他说今晚什么都不要想, 明天后天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于是我琢磨了一夜, 得出的结论就是, 他喜欢的是我的钱, 细算算高中三年, 我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 这么大把相处的时间里, 他没喜欢我, 大学几个月, 一周见几次面, 他就喜欢上我了, 大学的我和高中相比, 只是变得有钱了, 陆之怀听完我的推论, 长叹一口气, 这就是你一夜不睡想出来的, 我狐疑, 你怎么知道我一夜没睡, 你的灯亮了一夜, 他支支吾吾吾的, 我的床位靠窗, 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 就喜欢开着灯, 我的床头有一盏小灯, 昨夜一宿没关, 你一夜没走, 在我楼下, 我震惊, 本来想等你睡着了再走, 嘴上骂他是大傻瓜, 实则感动得稀里哗啦, 但还是没忘, 拷问他灵魂问题, 那你说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陆之怀牵起我的手, 轻轻一吻, 你说的都对, 承认了吧, 我就说他是爱我的钱, 可我并没有失望或者不高兴, 相反, 当喜欢具象化了之后, 我倒觉得多了一种踏实感, 我不再换得换失, 毕竟我老爹有的是钱, 还有还有, 你和林全是怎么回事, 我继续扒拉他, 宋姨说他给你表白了, 嗯, 我拒绝了, 既然鹿狗喜欢钱, 我又恢复了富家女的做派, 名牌穿起来, 首饰戴起来, 跪得吓人的包包拎起来, 几个室友看得目瞪口呆, 苏小年, 原来你家这么有钱啊, 树在下之前冒昧了, 我有灵感了, 我和顶级白富美当室友的四年时光, 我要去写小说了, 我拍拍胸脯, 好说好说, 快放假前的一天, 我跟鹿狗去吃法师大餐回来, 离大老远就看见有人, 在女生宿舍楼下鬼鬼祟祟, 走近一看, 爸, 你怎么来了, 我爸看着我和鹿狗手牵手, 那眼神凶得要吃人, 你最好给我说清楚, 我爸不顾我的反对, 硬是把鹿之怀带走了, 我忐忑不安地等了大半宿, 终于等到鹿狗的消息, 放心吧, 叔叔非常认可我, 我长舒了一口气, 过了片刻, 又收到我爸的信息, 这小子就是图你的钱, 你自己万事小心为上, 我哭笑不得, 这什么嘛, 俩人给的信息完全不对称, 新年到来, 苏姨听说我和鹿之怀谈起了恋爱, 激动地把原本定好的欧洲旅行取消了, 火急火燎地邀请我爸妈吃饭, 就连鹿之怀在外地当教授的爸也被喊了回来, 这臭小子终于开窍了, 我就说这两个孩子肯定有戏, 席间, 我爸一直沉默不语, 直到苏姨说到, 等两个孩子研究生毕业了就结婚, 我爸清了清嗓子, 既然提到结婚, 我得表个态, 完了, 我知道我爸肯定不高兴了, 陆之怀也在不停地朝他爸妈使眼色, 嫌弃他俩操之过急, 我家愿意出老家别墅一套, 北京五环内大平层一套, 跑车两台, 代步车两台, 现金八百万, 我爸话音一落, 没人敢说话了, 我扯了扯他衣袖, 小声提醒, 爸, 你是嫁女儿, 不是娶媳妇, 陆之怀伸出大拇指, 叔叔, 敞亮, 我爸回他一个这都小意思的眼神, 我过生日那一天, 陆狗送了我一条贵得离谱的项链, 我想起苏伊说过, 去年暑假, 陆狗吃巨资, 准备了一个昂贵的礼物, 陆狗, 你是不是早就暗恋我, 他挠挠头, 我以为你知道, 我在心里偷笑, 原来在我最穷困最渺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坚定地喜欢我, 大二开始, 我俩觉得感情已经足够稳定了, 于是开始在学习上发力, 整天炮图书馆, 自习室, 参加各类比赛, 横扫大大小小的奖学金, 并且开始跟财经大神学习炒股, 大四那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全市被迫封校, 明明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只有一街之隔, 我们却有整整两个月没有见面, 我们每天视频, 每天分享日常, 每天交流炒股心得, 每天配合做检测, 虽然偶尔也会拌嘴, 也会争吵, 但彼此是对方的精神支柱, 我们相互鼓励, 共同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疫情过后, 全国解封, 就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解封后, 重获自由的喜悦中时, 我却哭得很大声, 我爸的公司被疫情拖垮, 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宣告破产, 我的大房子, 我的跑车, 我的所有名牌和奢侈品, 全都拿去抵债了, 一夜之间, 我又变成了灰姑娘, 仿佛这一切荣华富贵, 都是一场梦, 天选穷人说的就是我, 我哭着通知陆之怀, 别墅没有了, 五环内大平层没有了, 啥都没有了, 你还会娶我吗? 陆之怀揉了揉我的头发, 笑着说, 没事宝贝, 其实我有钱啊, 我终于可以养你了。